各位同学呢 我们今天要进行法华悬议 关于第七章会议的第二节 以五章来解释世西谈 那以五章解释世西谈 下面总共分为十个科目 那我们已经谈完前五个科目 今天要进入第六个科目 那第六个科目是说末 就是圣说与圣末兰 圣说法与圣末兰 上星期有跟大家提了一个概要 就是说佛有时候是圣说 有时候是圣末兰 一般都认为圣说法是利他 圣末兰是自利 然后我们在八十五页的第五行 到第九行的问答 有提到说 有时候圣说法 有时候圣末兰 事实上也可能圣末兰会有利他 圣末兰不是只有自利 对不对 然后像某些人 他是圣末兰就可以给射受的 那今天我们再重来把这个部分 整个细讲一次 上面只是提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回来八十四页 请各位看到第六行 第六行 说末 六起圣说圣末者 十一金云 佛告主比丘 奴等当行二世 若圣说法若圣末兰 圣说如上辩 就是四教士西谈 依对方的根器而说 那约自利圣末兰者 服四种师弟 并是三圣圣人 所证之法 非凡下所知 故不可说 他说啊 四种师弟 就是藏通别人四种师弟 对不对 然后有所谓的 圣灭师弟 藏教是圣灭师弟 通教是无生师弟 别教无量师弟 原教无生师弟 无作师弟 那这四种师弟呢 都是三圣的圣人 所证之法 那一般人不能理解啊 所以他不可说啊 然后假使你为他说 就像是盲人 他本来就无法看到 外面的变化 那这时候你在他面前 就算想说 为他导入而点一个蜡烛 请问一下 这个蜡烛有达到 导引的效果吗 达不到啊 所以他就说 所以啊 不可说 这就是圣末兰 的原因 好 那十三行开始呢 进入第一个部分 就是从五十的角度来谈 说与末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针对料解 就是圣说圣末 是不是只有前面谈的 这个情况 那刚刚我们破题就谈到 说跟末不一定是 只有自力化他 有时候会变化 会变化在自力化他的情况下 如果圣末 亦可以教化 当然一样是有利他 那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部分 约五十论说末 十四行 一华言时别缘 华言中 术世界不可说不可说 明里集不可说不可说 约无量无作 两帆是地 不生 生 不生 不生法 明不可说 不可说 莫兰 那个不生生 不生生 上次大家有抄了笔记 别教的不生生呢 还有不生不生 不生生是指 无名四地不生 佛之见生 有 就是他的不生生是指 无名四地不生 佛之见生 这是别教 那不生不生是圆教 就是无名不生 般若不生 就他已经无名已断了嘛 断得已尽 就是无名不生 所以他断 该断的都断完了 所以不生 然后正德 自得已缘 所以般若不生 已经达到究竟了 听了理解吗 来看这边好了 他有两条线 这条线呢 这边是我该断的 我断货 这边是断货 这边是增福贿嘛 OK 一边 这个是断货 这边是增福贿 那我断多少货 我增多少福贿 然后事实上一般都以为它是分开 事实上它是一条线 我这边断多少 我这边福贿就长多少 所以它是并行的嘛 然后我断得 该断的都赚完了 我该增的都增了 所以我断 拨烦恼不生 因为我都断完了 我拨了不生 因为我已经全部都增了 那断烦恼的叫做断德 我们佛有恶德嘛 就是自断恶德 自得 智慧的智 自得断 是断烦恼的断 断德 自断恶德 那自断恶德就是 我该断的烦恼 我都断完了 所以自断德以缘 断德以静 就是满了 拨烦以 然后拨烦已经到顶点 所以拨烦不生 是自得以缘 所以它叫做不生不生 那我们一般又简称叫做 自断恶德 就是断德以静 拨烦 断德以静 自得以缘 就是指这个状态 这边断到顶点 这边已经修到顶点 所以两个都不生了 OK 好 那这是原教 那阿含石呢 是藏教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 这个 它生 生生 藏教是生生 通教是生不生 别教是不生 生 原教是不生不生 这个的详细内涵 在摩合子观 所以你们可以写参考 TN06 它这些详细解说 在摩合子观 有很大的篇幅 一共在两个地方 都有花非常大的篇幅讲 好 那我们这边就是 当作大家应该有 那个基础来讲的 OK 好 那第阿含石呢 十七行 二阿含石 藏教 若山藏中 娇臣如比丘 最初获得真实之之见 极然无生字 这个无生字是指第一地 就是说 他获得了这个第一地 这是藏教的第一地 那另外呢 在维摩节所说经的 观众生品里面 有一个生子云 无文解脱之中 无有言说者 这个是指生命是地 生命是地是藏教的 它是属于生生之法 生生之法 然后呢 这个名不可说 不可说名声莫来 生生之法是什么呢 生生之法就是 凡夫在起修的时候啊 烦恼生念念生 我们会认为东西有相续性 相待性 对不对 相续性 相待性 然后所以它要有阴沉性 所以这样子的三性 它就认为说烦恼生念念生 我们的心情是流连续的 然后有烦恼 所以有这些念头 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烦恼断掉 所以我们的心情才会停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在阿罗汉 他们会认为阿罗汉是 以观慧而后来断心情嘛 然后外道的无想定是 没有方便来断心情嘛 让心不要再念念生嘛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飞翔飞翔天的外道的方式是 又有方便的角度 方便慧然后来断心情 就让心不要再运作 那我们佛法的意思是 你用观察的智慧 来令你的烦恼不生 而后无念 所以他们刚开始生生 就是烦恼生念念生 这样理解了吗 有没有不清楚 关于这部分的讲解 没有我就要往下咯 好二十行三方等时 方等时是 藏通别人施教都有 他是对藏民通别员 对藏民通别员 重点放在 隐小路大 好 渡民 敬民渡口 渡口就是 嗯 点点 大吉经 无言菩萨 有 不可自知 不可事事 就是你不可以你智慧 你现在的凡夫的智慧去蠢度他 你不可用你凡夫的事去了解他 好 然后大致都论讲 言语道断 心形意气 不生不灭 法如涅槃 这是谈四种事地都有 这个四种事地呢 不可说不可说 明圣莫兰 好 因为四种都有 那我们现在还缺一个 是通教的部分 通教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往下 通教的部分 四种都有 我们刚才讲的 藏教的生生嘛 别教的不生生 原教的不生不生 那待会我们看波勒 因为波勒 第二十三行 波勒 波勒他含瓜了 有通别缘 带通向别缘 所以他重点会有通通 通教的这个生不生 我们待会在这边看一下 二十三行是 波勒时通别缘 若大平 聚聚息不可得 不可得者 不可以生得 不可以心得 不可以口得 就是你不可以透过三页来得 此曰三番四地 生不生 不生 生不生 不生法 名不可得 不可得 故不可说 不可说 名甚莫然 当中的后两个别根源 我说了 现在是带通向别源 我们来看通教的 生不生 生不生呢 他是无名四地生 然后四地不生 无名四地指的就是烦恼 烦恼的部分 然后四地不生呢 就是你无名四地是界外的 然后你今天的无名四地 来各位同学来看一下我手这边 我们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五柱烦恼 五柱烦恼 有没有记得 五只手指头 五柱烦恼 玉玲 没听过 杜昂泽 麦克风拿起来解释 那你点一个好了 你不解释就叫人了 要不然你就自己解释 快 后面有人会啊 找五师姐 我们这是动画 动动动 然后这个出来 这个再出来 就这样 我讲好了 你不要这么慢 这么慢 我们的时间不够 这个是像动画 你这样子跑出来的时候啊 三只手指头 从你的左边 你用左手举出来 先举出三指 像你要发誓 童子军不是要这样 好 你转出来后 你把它转成横的 从左边开始 警察追小偷 开始跑出来 这代表什么 三只手指头嘛 三界的失货 然后跑一跑 你要开始断这个小偷的时候 你必须底下什么 三界的见货 然后越来越厉害 冒出头了 这是无名 无名 好 这三只手指头呢 代表三界的货 然后最下面这一支是欲界嘛 然后中间是色界 这是无色界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们 这是小偷 所以他就是欲爱注地 这个呢 是色界 色爱注地 那你说无色界 你应该不会有懒爱嘛 你还是有 他叫有爱注地 这样记起来了吗 欲界叫欲爱嘛 色界叫色爱嘛 无色界叫油嘛 无就是油嘛 他根本不是无啊 他还是有懒着心嘛 所以无色界就是什么 有爱注地 好 这三个 那下面是见货嘛 如果见解不对 看到什么都会懒着嘛 所以见一切注 看到三都住在那里 住就是懒注 在那里住下来嘛 所以我们叫做那个什么 安忍啊 安忍也是注啊 只是他住在正确的义理上 他不是住在懒着上面 然后这个见一切注地 就是见货 见解不对 你看到什么就懒什么 所以见一切注地 是见货 然后之后有三界嘛 三界是货 这是欲爱注地 色爱注地 有爱注地 那你说最后跑出来 这是什么 因为他是出三界 底下这四个指头 都是三界的 母指头伸出来 有没有发现 他方向不一样 那出三界 三界就是无名四地 就是无名注地 无名注地 你怎么对峙他 就是无名四地来对峙他 因为你有无名存在 有无名注地 所以你有无名四地里面的苦地 无名四地的极地 所以下面是分段生死 上面是变异生死 照样都在生死 所以有无名的四地里面的极地 无名四地里面的出离的道地 往佛涅槃去 往他的灭地去嘛 所以无名四地就是界外这一个 无名注地 要去降伏无名注地的 叫做无名四地 所以无名四地生 就代表什么 你下面的这个四个 这四只手里头是三界的四柱烦恼嘛 所以什么 四地不生 就是四间的 这是出四间的嘛 就是你四间的 这四地就不需要啦 你就是上面的出来 所以他叫做 无名四地生 四地不生 四间法的这个地就不需要了 因为你已经朝向出四间法了 这样很清楚了吗 这是通教的特色 下次你们就要演不带戏给我看 就是这样子啊 我都这样子出来 然后这一只出来 这一只再出来 这样会的吗 回家就要这样子玩 完成习惯 你们在公车上 就看到小朋友这样子我跟他玩 然后你就自己开始背 然后你背的东西 你跟他小朋友想的完全不一样 来我现在马上考试 许师姐 来马上来我 我现在游出来的这个三只手指头 色戒 欲戒色戒如色戒 的 的 的什么 四 来我告诉你们 你们应该可能我的名字第一次听 记不得 我们来稍微要 总是要提醒大家第一次 我刚才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页面滑掉了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五柱 这个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揽着 你的容易让你懒直在上面的 这是烦恼 五种大烦恼 我们把烦恼分五大类 所以我们现在用手指头来比 是指你在三界上有什么懒直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是很根本的 然后你这个东西不断 你这三个也断不了 所以它在最下面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四个都断完了 那你上面有个东西会出头 这样理解吗 可以理解 来开始 我们这三个 这个三界 那个麦克风 走 不是三个手指头只有三柱 来我现在 现在真的是 这样子我们的手指头 这边有一只 这边有两只三只 那下面会有一只小指 这样理解吗 那这个五柱 我现在用五根手指头来代替 所以不是一个就五个 是一个只有一个 五柱就是五指 这样理解了吗 好来 三界 下面一个是色界 一界 没有下面 下面就只有小指头啦 那三只 三只 三只 三只里面无能指 是色界 中指是欲界 怎么可能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那无色界也等于是染 也是等于有情 有欲的 那下面一个手指头伸出来就是我们的烦恼来了 就是变成我们的烦恼染灼了 那我们要出这个三界就不去上面撑起来就变成色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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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面撑起来还是还是一样啊 他还是烦恼啊 只是他是界外烦恼啊 他是界外烦恼啊 对对对他是界外烦恼不是代表因为你生前就可以出三界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 但是他这是你了脱你下面处理完你要知道你烦恼还有界外还有烦恼 很多人以为他三界处理完他就没有界外的问题 他界外还有他的变异生死只是提醒大家这件事 提醒说我们这个还有界外的烦恼 然后呢标准名字讲一下五柱是哪五柱最下面这个小指 无名烦恼 哦怎么可能你一开始就断无名那不是很厉害 见我见我见是烦恼 不是啊那这样这三指就不见了那这三指就不需要了 你们没有背啊刚才有在背都没在背 下一个不是见是烦恼 不是啊 他有名称啊 他们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名称就是 什么什么 筑地 然后他总共有五个筑地 就是五个名称啊 好我要上下考试才可以我再讲一次哦 然后我们先把第五第五十讲完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讲 因为不要沾用网路听众的时间 他们也许已经背起来了 好不好 然后你再再背一次给我听 好我们回来八十五页第一行到第五十 法华时圆教 圆教请各位看到八十五页第一行 此今法华明子子不可说我法妙难施 是法不可施言辞相即灭 法华经这两句呢还有第三句 不可以言宣非施良分别之所能解 这三句是谈无作是地 不生不生法明不可说 并可说顾名甚莫然 那说法华经这个谈的是无作是地啊 无作是地是不生不生 就是断得以进自得以缘 就是无名不生 般若不生 OK 好 那我们来这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往下